好 来往下走 那既然我刚刚讲的说 把五天的图变成 这个日线图变成周线图看 那是不是这五天图 就会合起来成一个图形 当你把很多很多图形 合起来的时候 它就出现了各种pattern 这就是在基本面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非常多人都在研究的 pattern的东西 好 那那个这里还有 我稍微补插一下 关于这个丁字图形 丁字k线图和实字k线图 有两个比较特殊的图形 就是有一个是十字心 还有一个丁字 或者是这种反丁 这三个图形 十字心当天的开盘 是在这儿 最高点最低点 收盘是同一个地方 从理论上来讲 十字心代表的是 多空双方的一个力量均衡 达到一个平衡点 谁也无法上弓 谁都无法前进 好了 这个丁字形呢 t字形 同样的开盘和收盘都在这里 但是这一天 跌了很多 ok 还有同样道理 在这里 开盘和收盘都在这儿 涨上去最后又跌下来 好了 我们讲讲十字心 十字心在很多pattern上边 是一种反转信号叫做 特别有一个叫做 那个乌云盖日一个图形 乌云盖日 这三个图 一二三组成的这个pattern 叫做乌云盖日 这是上涨的绿色 涨 涨到这里 涨不动了 多方 已经 到了最后 我们说那个一鼓作气 载而结 三而衰 对不对 到这冲到这 已经没有力气了 停了 多方 他最高冲到这 最后被打回来了 虽然当天收到这里 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 整个 空方开始发生反击 然后一路打 打回这里 所以如果出现这样的pattern的时候 从理论上来讲 这种就叫做乌云盖日 就是一个要下跌的这么一个pattern 好了 我们讲这个图 梯字形 梯字形 我们能不能把它拆成当天怎么走出这个梯字形的 先开始在这里开盘 比如说开盘在这 开始怎么一走 只有一个方向 只能下跌了 对不对 好 下跌怎么跌法 随便怎么跌 最简单的跌法是什么 就是这样 这是一种走法 还有一种走法呢 第二种走法 可以无穷无尽的这样走法下去 对不对 这个走法可以吧 可以无穷无尽 好了 这三种有什么区别 多空 大家告诉我哪一种 什么情况 这是空方 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 往下打嘛 这里是多方嘛 对不对 好了 就这个图 告诉我 这里是空方墙还是多方墙 多方墙 为什么 一次过拉回来 对 好 我告诉大家 这个图就是多方墙 这就是多方 吹响了进军号角的标志 2008年 City Group 就是走了这个图 然后 G1 G1走的是 G1走的是这个图 G1走的是这个 City Group走的是这个 而且都是很长的根下影线 这就说明多方已经开始反击 组织有效力量 开始反攻了 所以出现这样的T字形的时候 是很多时候是一个底部信号 好 那这个图呢 从这里开始 开始涨 最后跌回来 对不对 同样也可以有很多无穷无尽的走法 这里是多方 这里是空方 在这个图是哪个厉害 哪个力量大 是空方力量大 记住 OK 同样的图你看 不就是多和空 最后都回到原点吗 但不一样 最终是谁 空盘 把所有的湿地都能拿回去 也就是空方做的所有的努力 其实最后全部归零了 对不对 所以空方其实是失败的 而多方呢 有效的保护着自己的阵地 所以在这个时刻 就说明多方的力量 在续集准备反攻 好 然后 所有的这些 这样的这种pattern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的 所有的pattern的前提 必须是在关键点位 这个pattern才会有意义 在中间位置的时候 这些pattern是没有意义的 这句话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好 因为很多人在学习pattern的时候 总是时时刻刻 试图去寻找pattern 而忘记了现在在什么位置 再重新说一遍 pattern它必须要在关键点位 才会有意义 如果不是关键点位 这个pattern没有意义的 不需要去寻找pattern 很多人都陷进了寻找pattern的误区 所以他不知道这个点位 是不是关键点位 就开始研究pattern 最后就又陷进去了 所以我这课要试图把大家都要拉出来 如果我曾经学过的 我要把你们全部拉出来 对 什么是关键点位 这个就在学习慢慢学习当中 我一点点在教 比如说很简单 在关键的支持和主力位 这叫关键点位 在整个盘整区间的中间的时候 就不是关键点位 所以哪怕在盘整区间的中间 它出现了各种类似这些pattern 那都是噪音 都是在制造骗局的 有趋势的时候的过程当中 也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有趋势过程当中 它也可以制造一些小噪音 但是趋势是王道 趋势不变 所以pattern没有用 比如我刚刚举个例子 就说支持和主力位 这种叫关键点位 在关键点位 这些pattern有意义 还有就是说 一些时间节点上 除了价格 刚才讲的是价格 还有在时间节点上 pattern会有意义 多空这个对 差不多吧 算是势均力敌吧 这种也基本实际上是说 多空势均力敌 为什么 看不出胜负 虽然说多方是保住了 自己的整个战线 但是实际上 但是实际上空方能有效的组织两次进攻 那就说明其实空方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它可以再卷土重来 两个底对不对 上去对不对 这就是我说的 你要看 还是要看关键点位 还是要看关键点位 如果是关键点位 而且如果这两个W底离得足够远 这个就是多方很强的表现 但是如果这离得很近 是空方强的表现 不要去踩车啊 等啊 看啊 等他们打了最后 比如说假设是多方打得开始往上了 那就说明多方已经开始进攻 一直阵地越来越多了 那就他就已经是空方强弱了 就退了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是哪个力量强大了 那个时候进是最安全的呀 因为你没有去猜测 这个是多方强还是空方强 你是等到确定了 多方已经开始这么这么上去了 那OK那就行了 这个时候就 当这个时候出现 这个就说明趋势已经明确 就是说明其实 这叫我们市场里做投资的时候 这个属于胜负一分 那这个时刻就已经胜负一分 是说明多方胜利了 所以才能往上推嘛 这个时候就可以跟进了 时间节点 郁同海记得 对 时间节点是 这个在市场上不是特别多 多数是价格节点 但是很多时候时间节点 它是可以配合价格节点 时间节点 比如说有些特别的事件 特别事件 比如说在2009年3月6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不是一个价格节点 而是在那个时间节点 比如说City Group利用了 它准备发布第二季度财报 不是发布第二季度 说错了 准备发布第一季度财报 然后它就说通过这个 这个内部的一个email 说我们一月份 预期会盈利 就这么一个还是预期 还不是一定会盈利的 这么一个所谓的内部email 最后全球各大媒体都转载了 哇这个email太保密了 对吧 真有人信 我的天哪 我都觉得 这个真的有时候 真的交点智商税 我觉得 就像我是故意相信 对 所以来讲 像那个时间节点 它就利用了 那个要公布第一季度财报 利用了这个时间节点 发布了这么一个新闻 然后从那里开始进行反攻 对 是的 如果贸易战 如果这一次谈妥了 签字了 那那个节点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这样的时间节点不多的 对 但都是大事件 等会儿 那个时候我们应该看什么 那时候看看市场是不是回调 如果中美贸易结束 贸易战结束了 可能市场就该回调了 周期啊 我不预测 不知道 等他如果真的回调了 在底部确定了 他一定会有信号 你要记住 庄家去打仗的时候 一定不是庄家自己 从中风陷阵 庄家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 渠道发布进攻的号角 听得懂的就跟他走了 他需要人抬轿子 这个时候你愿意抬轿子 你就是第一批进去的 对 所以我们等待他出现了 我们再去操作 我们不是要事前预测 他怎么进化 行 好 我们往下走 所以 K线图 你问问题 请问 对 就要准备 这俩中美首脑会晤 对吧 是 这些就属于我说的 就叫噪音 他没有成为事实的东西 那我不关注他 对 等他成为事实 签字再说 其他中间的过程多了去了 对不对 那这个过程 你天天每一点都去关注 怎么忙得过来嘛 这些东西留给我去看就好了 对 好吧 我们关注最后那个东西 成为事实的东西 对吧 前面的过程 过两天又不行了 又再延长了 再谈了 这个变了多少次了 对吧 从去年三月到现在的一年多了 变了多少次了 所以他只要不是最终成为事实的 他都可以变的 那这不就是过程吗 这些过程就是其实现象 不是本质的东西 对 所以pattern来讲会有很多种pattern 这个pattern呢 我也不想讲特别多 我但是刚才讲的是 我自己对于pattern 对k线图的这个理解 这完全都是独家的 没有人会这么分析k线图的 但是我认为这才是本质的东西 k线图的本质是多工双方博弈的结果 所以你们看一个k线图 要把它看成动态的 一定要看这个过程 而不是看最终单纯的一个结果 同样的结果 它很可能这个多工的力量 是完全不同的 这些具体很多这些k线图的pattern 大家就自己回家看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是老手了的 不需要讲 你看那个 我们的助理帮我做 说右边写 请拍照做记录 都已经做好了 对好 行我们往下走